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 今天會為大家揭發一下 香港有店鋪賣貓貓狗狗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 寵物店當然是賣貓狗狗的 這麼可愛 很多人養的 寵物店大多數都是賣這些 再不是的就賣龜 賣金魚 但是我現在所說的 並不是寵物店 而是有凍肉譜做這件事 接下來 由於赤道問題 所以全部都會用一些特別字眼來取代 例如M肉和G肉 大家只要知道明浩說的是哪一類型的東西就可以了 由於有媒體踢爆了 所以就跟大家跟進一下這宗新聞 我個人來說是接受不了的 就算你放過來給我吃 你跟我說不用錢的 甚至乎你跟我說到有多好吃 你吃完不能回頭的話 由於我小到現在的教育 其實我都是抗拒進食這些 基本上我自己的進食行為 或者叫做我的食癖就相對正常 基本上都是豬雞牛羊 不知道各位觀眾怎麼看 接著第二宗新聞 就會跟大家說一間澳洲的詐騙公司 這間公司就說推出了一個APP市 就說去幫人炒股 教你去炒股 幫你去操作 接著就在股市上乘風破浪 但怎知道原來整個項目都是龐氏騙局 我創辦人更加就是拿錢走路 走路還走路 但這個人走路就走得很過癮 當他成功離開了之後 他更加公開發公開信 就是說我騙了你們的錢 甚至乎還說我不騙你 也有其他人騙你 其實騙徒走路就不出奇 但走路走得這麼風騷 這些都是第一次見的 由於龐氏騙局這件事 在這個世界這麼多年來 都衍生了很多不同的變種 亦有很多考納明目的不同包裝方法 即是就算我有心去說也好 我都沒辦法可以說了這麼多 衍生出來的騙局去跟大家說 唯有藉著這宗新聞 跟大家說說其中一種龐氏騙局是怎樣 以及看看 為何反而是由2023年開始 將會越來越多的世界跨國的罪犯出現 特別是這些騙徒出現是有原因的 稍後跟大家詳細說說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喜歡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隔離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的井仔 以及記得按下隔離的小鐘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香港立法禁食M肉和G肉超過70年 但近日有人以M和G作為代號 從內地走私一些已經煮熟的肉類來到香港 更加在一些持牌的新鮮糧食店上出售 有報章放蛇取得可疑的肉類 並且交由實驗室進行檢驗 證實了是貓和狗來的 店舖負責人回應時還要神色致虐地否認指控 我做的生意全部正當 食環處亦證實去年收到兩宗關於這個攝氏店 賣相關的東西的投訴 但因為巡查時沒有發現 最後不了了之 這個店舖最後搬到一個新鋪位 尚未取得相關牌照 在通訊軟件微信上有內地帳戶聲稱 可以將一些家鄉土產由開屏直接送到香港 賣的除了冰鮮的家琴、蔬菜、羊和兔子外 另外還有M肉和G肉 這個帳號上載了多條攀煮的影片 準備發貨合裝的影片 和貨物底港的影片 更加說在佐敦新田地街一間店舖有得賣 攝氏的店舖大概100呎 狹窄的店舖放了多個凍櫃 不時有人進去光顧 並且以家鄉謊言跟中年負責人聊天 當記者以顧客身份去查詢問 是否有甚麼甚麼賣給我的時候 負責人略顯避忌 壓低聲線就說 你不要直接說名字 你說代號 你叫香肉 然後就說你不要叫甚麼 你叫M肉 然後記者就問 買的時候會不會犯法呢 他就只是笑著說 當然不要那麼張揚 負責人就說 肉在國內已經煮好了 然後會冷凍後送來香港 更加一路說一路打開雪櫃 拿些真空包裝的肉類展示 他就說 每斤的售價分別是100元 每種肉的最低消費是200元 還有就說 店舖未必常有存貨 所以是需要事先查詢和訂購的 這個可能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為什麼當時食環署的人去搜查的時候 沒有搜到任何東西 就不了了之 因為他自己是說收到order才去賣 一般不會買給街客 有多少order就賣多少呢 變相來說是安全 就不會去派一些即時搜查 因為是說 店舖只會用作為一個兩三天的特別傳貨點 就不會經常被人踢鬥 當記者嘗試落單的時候 隔天就收到通知說可以拿貨 拿了貨之後就真的發現震震特別的鬚尾 不過記者也說明 有關的肉類是沒有被食用 在完成拍攝和搜證之後就已經被銷毀 如果不是 到時那間報社的記者也有人需要負上刑事責任 他們就委託了海康生命科技 他們就檢測有關的肉類 經過一個叫做營膠電榮的實驗之後 證實了 真的是貓貓狗狗 根據我們香港的法例 是明明禁止了這件事的 最高是可以被判罰五千元 和監禁六個月 罰五千元就事少了 監禁的話就十八天也嫌多了 楊明是說的 他為了不要那十八天 都是要打了很久的官司 你用了很多錢希望可以不用坐 然後記者就實驗結果 表明身份去到店舖查詢 由於攝氏的店舖 近日換了更大的店舖 當日 向記者出售負責人 神色自虐 就說否認控訴 只是說沒有啊 我的店舖只賣普通家琴而已 就算有記者拿影片作證也好 他都說是嗎? 沒有可能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總之死口不認 就說自己是做正當生意的 食環署就回覆了 在去年的五月和十月 都有巡查過 但是沒有下文 因為找不到 沒有辦法人裝並獲 剛才說了 如果你食物的話 就五千元和六個月 但是如果你是被人走私抓到的話 最高就可以被判罰二百萬 以及監禁七年 警方就說 由麻地分區過去十二個月來 都沒有相關的投訴 不管警方和漁農署 衛生署 不知道什麼處都好 食環署也好 什麼都好 現在記者就放了蛇 有了片 自己拿著荷包 找到機構去做基因調查 相關的部門機構 他們就不能懶惰 一定要去做事 當然 有些人就在爭論 中國吃得 為什麼香港不吃得 你們是不是搞港獨 我報國安不讓我吃 但是大家要記住 我們作為一個合法守法的居民 你身處於哪裡 你就要守回別人的法例 例如你去到新加坡 香港每個人都吃香口膠 但是你去到新加坡吃 你不就是犯法 去到一些中東地方 人家明文禁止了 就是說 女性一定要包頭巾 如果你真的有公務 有旅行要去那裡 你也要包頭巾 去跟隨別人的法例 如果你明知 你又刻意去犯法 這些就自己拿來壞了 還有 雖然在國內 還沒有一個明文禁止 但是 如果你要去吃的話 你就自己上去吃 現在都通關了 又不用約時間 你自己開車的話 一個小時你也能到內地 那就無謂在香港去冒著一些違法的風險去做這些事情 因為你買又犯法 賣給你那個又犯法 運過來那個又犯法 即是你沒理由為了一樣東西 就搞到三個人冒著違法的風險 還有說 其實利潤也不高 對不對 還有 除了個人價值觀之外 因為要爭論的話 有很多東西可以去爭論 例如說 為何豬雞牛羊也可以 我那些M肉G肉也不行 我沒有想著在這裡進行小學家的辯論 不過 以事論事 這樣說 其實你去買一些沒有任何質量保證的東西 其實你不知道別人有沒有騙你 是說這次報社真的拿去化驗才知道 他雖然是做壞事 但是你要稱讚他的話 某程度上他也是誠實商人 真是說 賣給你的就是真的什麼 但是你沒可能 每個人都這麼老實的 你總會有些黑心商人 是拿著一些普通的豬雞牛羊 然後他不知打了什麼素化劑 海克斯科技 又不知混合了什麼工業化合物 就令到口味差不多 又或者是加了一些不知什麼香料 令到他獨有的一陣酥味 還有就是說 這些食物雖然是包裝真空袋給你 但是真空袋是說他煮熟了之後 裡面的細菌沒有那麼容易再去滋生 但是不代表他之前的煮食流程步驟就一定是乾淨的 就是我把一些髒東西放進真空袋裡面 他也是髒的 不會是說當我把所有髒東西放進真空袋裡面 一真空完一冷凍完就代表 完全不髒了 完全可以吃的了 能夠吃的是因為你看不到他的煮食過程 你怎知道那塊肉是不是掉到地上 然後用冷氣機的水洗呢 你完全不知道 特別是說肉類煮熟了 會有一個明顯的變色灰灰黑黑的時候 別人跟你說 這是什麼?黑椒來的?調味料來的? 你信不信你吃不吃? 還有有時候這些東西裡面有沒有毒呢? 也很難說 我不是說別人的商家佬特意會去毒你 但是有時候大家可以想想 一些課源的問題來源是怎樣拿回來的? 會不會是用了一些藥去令動物暈倒 又或者動不了之後再什麼呢? 這些大家可以去想想 還有也想提醒一下 其實香港的法庭 捉不到就沒得說了 但是對於捉到的一些相關的法例 警方和法庭是會做事 還有法官一般來說 都不會是什麼著情啊 輕判啊那些的 就算以前是說的 有些白白說的 有些流浪狗 有些流浪貓在街上遇到交通意外的 然後他就順便啦 最後很多時候都會被官判監的 所以無論你主動去買也好 還是你說在街上看到他這樣做也好呢? 全部都是違法的 希望各位就不要誤墮發網 既然有記者也做了 希望明天後日就可以看到警方拉人封譜和證據確鑿 然後就到下一則新聞了 根據國內媒體報導 近日有一間叫奧利資本的公司發公開信 創辦人叫齊諾 他就承認說 沒錯我真的跑路了各位 各位的資金已經比我的專業團隊時間尖了 不說普通話了 不會說啊 他總之就是說 是的我跑路了 各位的資金我已經是用了專業的團隊洗乾淨了 甚至乎是公然告訴大家 沒錯我花了黑錢 然後他就說 自己所在的國家和澳洲是沒有引渡的條例 所以打算 打算去告他的投資者就不需要再費任何心思了 這件事只不過是令到律師去賺你們的錢而已 就不要再做一些無用功的行為 報導就說 奧利資本自稱是一間知名的澳洲公司 推出了一款名為Oilview的Apps 就說 是專為華人定制的中文炒股軟件 助力華人投資在股市乘風破浪 然後就在澳洲的帕斯、悉尼、墨爾本等的城市 就周圍去拉客吸引人們 就把錢放在自己那裡 然後就幫你去乘風破浪 還有就是投資他公司的輕能源等等的項目 回報率聲稱達到15-24% 信內齊樂就表示 過去公司所有的項目都是徹頭徹尾的龐氏騙局 更加就說以後都不要貪高息 高息就吃大虧 天上就沒有跌下來的餡餅 同時也都安慰投資者就不要那麼難過 就說 其實我不騙你們都會有其他人騙你的 錢只不過是過眼雲煙而已 只要人還在這裡 錢沒了還可以再賺 當下最好的投資 就是不要亂投資 投資自己和投資後代 後面還要說加油不要灰心 翻查資料顯示 這個創辦人齊樂 他在去年就著一些輕能的投資項目 在澳洲悉尼 就和韓國昌原市的市長許承武會面 甚至乎連韓國政府的官員 都被他放上桌 不知道這個市長他本身有沒有收片 因為你能夠被人用韓國政府的桌 用了市長的名字 去做宣傳的話 其實都挺大件事的 這個人就穿得相當之招直 恃著自己在一些和澳洲沒有引渡關係的國家 做完一炮之後 再加上洗乾淨的錢 就算可以退休了 不過這些人騙了這麼多錢 就算他身處的地方有沒有引渡也好 會不會有其他的投資人 看他這麼囂張 就會選擇用其他的手段去對付他呢 這些就想不到 這些人又要騙人 又要這麼高調 到最後還要拿回彩 究竟他的結局會變成怎樣 這些拭目以待 跟大家說一下什麼叫做龐氏騙局 其實他有很多個名字 其中一個名字叫做老鼠妹 在香港是命令禁止是犯法的 在中國也是命令禁止是犯法的 具體的操作是怎樣呢 很簡單的 只要你們給我一塊錢 然後我就會承諾你 一年我就會給你很高的利息 然後就透過一傳十、十傳八 然後每個人都希望把很多錢放在我那裡 然後就收很多利息 一開始的時候 利息就會給足 因為我要做好口碑 做好口碑之後 每個人都會來付錢給我 然後就算我給你利息 可能你會覺得我虧錢 但其實不是的 因為我給你的利息 是由你的本金裡扣出來給你的 然後這個遊戲去到什麼時候開始爆破呢 是說 當越來越多新人給我 然後想要利息的時候 然後去到一個點 開始沒有新資金注入 然後 我每個月的利息支出 是多過我的新收入的資金的話 就代表了是時候要收勞了 是時候要捲款潛逃 我沒有記錯最近一次的龐氏騙局老鼠會 好像是說那個比華麗山獅子會那個騙子那個 又是什麼CEO Kitchen的那個人 我也有說過 好像又是什麼謝安琪又不知道中過招 還是什麼其他藝人中過招 同樣都是已經一早走路了 在香港已經找不到這個人了 其實現在這個世界格局 對於一些跨境的罪案 不管是真正的罪案也好 還是金融的詐騙也好 其實現在對於騙徒來說是機會處處 因為大家數回十年之前 推銀全球化的 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是很和派 很共融的 大家在談如何合作扶持 如果大家都能夠去談合作扶持 當然互相也會有引渡條例就是說 喂 你有壞人走了我那裡 我用我的警察塔完之後送給你 但是由19年之後開始 地區邊緣的政局就開始緊張了 有很多地方都取消了 和其他國家之間的引渡條例 所以對於一些罪犯來說 他能夠窩藏的地方也多了很多 即是說美國的金融騙子 他可以選擇去中國 反之亦然中國的騙子 也可以選擇去美國 只要他們有信心 中美兩國的關係 只要繼續緊張的話 那就不會引渡自己 還有 往往這些引渡的政策 你有留意新聞的 你可以提前知道 人家何時開會說 人家何時正式簽署 何時正式生效 他們買一張機票 一聲就又可以轉過去 第二個地方 未來 將會越來越多這些騙子 以及越來越多 衰人 犯了事之後 就會選擇走 因為 以前未通關的時候 有很多人走都不方便 可能他等不到旁邊 然後就已經東窗事發 但隨著 通關 資金到處流動 有流動 就必然會衍生罪惡 所以這方面 大家都要小心點 留意點 總之 龐氏騙局怎樣去變化 我很難逐樣逐樣去說 總之 大家要小心一個具體項目 就是 當有人跟你說 你給一塊大塊錢之後 他能夠答應你 特別是強調 無任何風險之下 你能夠獲得10%或以上的回報 這些通常都是龐氏騙局的初刑 而且 初期時的那群人 他們能夠收到利息 但我建議 你不要去和騙徒嘗試去周旋 你明知人家是騙局 但你覺得自己聰明 可以在苦口上掠食 這些就不理智 一旦看到這些行為 其實報警就最好 多說一些包裝方式 例如 會用加密貨幣的投資去包裝 又或者 用程式幫你炒股 每年有多少%回報 再不是 會有些 新能源的投資項目 有些是說 我會製造一個新的科技產品 如何劃時代 第二部iPhone 總之 你給我錢做這部機器之後 一年之後 我就答應你 我會給你 再加上200%或20%的利息給你 讓你覺得 不要緊 你說你做飛機 做大炮 做新手機 我最重要就是我夠錢 你給完你之後 一年之後 就給我100.20% 你以為自己瞄準了 賺別人的20% 但是 人家貪的就是貪你本金 這個騙子去封公開信 有一件事是說得不錯的 高息吃大虧 因為你瞄準的是高息 但是人家一瞄準 就是瞄準你整大塊的本金 即是利息再高都沒用 如果你一元都收不到的話 對吧 唯有可以說的是 就算你要進行股票投資 什麼都好 你買的 最好就買一些比較大老的東西 你投資都比較投資正老的東西 不過當然 好像以前這樣 都沒有人猜到雷曼兄弟會爆波 那時候都沒有人猜到 原來美國的防貸危機 是可以去到這麼嚴重的 所以這些都沒有辦法說的 當然 你可能會覺得 井仔是否斷大家發達財路 都不排除這個可能性的 好像當時 好像我小學 還是中一二 比特幣一元港幣有十幾萬個 幾百粒幾千粒 哪有人猜到現在一粒 比特幣可以去到 幾萬美金 還是幾十萬港幣 不過對於這些 如果你本身不是老手 你本身不是玩開這些極偏門的東西的人 就不要相信自己有這些偏財運 因為當年比特幣 都是說沒有人去介紹 是認識那些圍內人 才去接觸它 好像我最初聽到比特幣的名字 比特幣已經不太便宜了 已經是千多港幣一粒 但是如果當時有買的話 那我現在也可以退休 但是也是這樣說 你相信自己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就不要碰 因為我自己也有兩個 我認為他們是專家的朋友 他們都在類似的龐氏騙局 是分別都被騙了幾十萬 以及騙了幾萬 所以我也建議 你說投資那些我就不給建議 但是自己上班這麼辛苦 存下來的錢 就不要無緣無故 成為了別人的一串數字 然後就消失了 特別是現在經濟環境還沒起飛的時候 大家償一下錢 大家積穀房機 那今集節目就短短的來到這裡 我們就明早再見 好,就這樣,拜拜